影视新版图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莫尔庭 段一汉 这次是第二次来成都 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在外面关街什么的 可是有吃了成都的火锅 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吃火锅 下次有机会的话 想再多吃一点成都的好吃的 希望粉丝们可以来告诉我 每次有说会说 哪里有食物 哪里就这样 是因为你是在吃货吗 我喜欢吃东西 我喜欢吃饭 我喜欢吃 经常都会一直吃东西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我很喜欢吃糖 也喜欢吃糖 还是 Jelly 不是 软软的这个叫什么 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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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是来签试自己的第一本里写之书 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手下也拿着 对好 Mark 一下 这是我第一本 写上书 有很多照片 然后也有 我想跟粉丝们说的话 我喜欢粉丝们都很喜欢 这每次也是 你这样能吃到挺集快的 对 现在拍摄的时候也不是很好吗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已经有说过 说过这个 染头发的这件事 然后 还有什么呢 然后 有一张照片是钓鱼 在钓鱼的时候 这个鱼不是我钓的 已经 已经勾好了 然后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羹给我 这套写真集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套造型 这套写真集里面 我才 这个是这个时候很开心 因为 有在 在玩水 所以 我也很喜欢 下水游泳啊这些的 所以 就很开心 很开心的拍 那平时 Mark 拍照的时候 你最常摆的pose是什么 拍摄的时候 都很不一样 都很 可是也就是自拍的时候 自拍的时候 每次都会什么 但是很厉害 那就是现场 我们用水机拍一张 新版图 大卡断 断言来 挑战 用三个词来询问你自己 水游泳 对吗 啊 安静 安静然后 努力安静 可爱 对不起 爱过呀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你愿意和我再断言谈恋爱吗 嗯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我是断言 如果和粉丝 灵魂互坏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想去见断言 用你自己的方式 向那些不了解 可能有很多人 还是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的人 爱你自己 让他一下就能记住你 大家我是断言 为了粉丝 做过一些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举个力就行了 我平常不 不会撒娇的 可是 因为粉丝们 没死 最近都 一直在撒娇 马克是团里最爱哭的爱哭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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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 上一次哭 我们延长会的时候 就很感动 所以 最后结束的时候 这样子跟粉丝们说谢谢的时候 就 突然的哭了 对 爆料一个团员的糗事 就是他们的不好的事情 就觉得搞笑的事啊 都可以 敢了 不 我不敢 因为我说了 他们 以后就会 来找我说 你为什么说这个 对不起 其实他说 你有不同的语言 说我爱你 因为 你 I love you 你 我爱你 我们爱你 我爱你 我们用四川话说一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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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对爱一恩 我爱你 我死对爱一恩 我死对爱一恩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死短眼 我爱你 出道的时候 真的话很少 也不太会跟 跟高三文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太会说话 也不会说我自己 感觉怎么样 最近呢 就我觉得 越来越来 然后就把我自己 把我心闻打开给大家 然后就最近 觉得话变得比较多一点 就感觉到什么 我都会想跟大家说 第一次我个人 有一个签说会 所以 平常我们是七个人一起 签的时候 只有一百个人吧 可是那个时候 就差不多 三百多吧 所以 就很开心 可以撑到那么多粉丝们 然后 很开心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这样子个人的签手 那对于粉丝 其实对我们中国的粉丝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奇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印象 印象 哦 就真的很感谢他们 因为我每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很 很怎么说 很热气 很热气的这样子见到我 所以就很高兴 我也经常不会来到中国嘛 可是他们就一直等 一直一直等我 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 我会多努力 然后经常来中国 我们马上再见吧